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呢 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泣地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根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泣地的方式来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这个延祈舟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音乐 最后灵散地的把头成像 中文字幕秘书 起来源于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上师面前的话 你就一心一意的 开始祈祷 心里面像 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重体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修行佛法 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别心 全部迁锁 获得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像上师命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相续道中 能生起来 然后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 一般来讲 念二十一遍 你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合掌 全面观想上师 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在他面前一直在那里面 念完那一佛上师融入光 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心变成无二无别 然后在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不跟随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事 也不引起未来的各种分别的事情 什么都不执着 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入行论》当中 断除我成为世间不幸之法 就是不幸之 讲这个问题 昨天前面我们这个车盘的时候怎么样做 然后包括对别人之路啊 或者说平时的自己生活 维生等这方面 就是菩萨怎么样做发菩提心的人呢 怎么样行事 就讲了这个问题 今天开始呢 今天也继续讲着昨天的后面的内容 那宗族当中这样说的 他这里的意思呢 就是说平时我们仅仅是为了一些七七小时吧 就是七七小时呢 不能自己的树摇摆得特别厉害啊 也不能大幅度地摇摇摆 平时我们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也好 或者说是给别人指点一个东西啊 去指示一些事情的时候呢 不能特别地摇动 然后如果在别人面前 需要示意的话呢 应该有一些轻微的动作 轻微的动作来给别人指点 比如说别人需要找一些人啊 需要找一些财物啊 或者说是对他指路等等的话呢 那么我们通过自己的手指啊 通过其他的一种方式来对他进行指点 如果这个表示法无法沟通的话 那么用比较很微小的这种声音 对他指示 或者用贪执 所以我们发了心的人 应该在语言上 身体上一定要有一种要求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 否则的话 那么很容易上失了我们的威仪 意思就是说 你没有按轻微的声音 或者是贪执 平时你说话也是非常大声的 你的身体好像也特别不如法的 就是极为粗暴地 一直摇摆不定了 那这种方式不合理的 如果我们的威仪是非常清净的话 那么能保护世间当中的很多众生 比如说《般若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就是所谓的护持戒律 指的是保护众生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威仪清净的话 别人不会容易生起邪见 如果没有生起邪见的话 其实我们现在受的戒律应该说是很清净的 佛陀在《宝殷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如果我们断除了他人不信的行为 那就是唯一的正法 就是断除了他人不信的行为 别人不信的原因是比较多的 我们的行为不如法 比如说我的身体不如理如法 我的做事也好 行事这些不如法 他也生起邪见 或者是会造诽谤的 如果我的语言不如法 他也会这样的 所以我们如果能断除 在别人面前的这种不信 凡是别人不顺其信心的 这些行为全部断除的话 这就是唯一的正法 因此佛陀的有关教典当中 这方面也是说得非常清楚 因此我们的行为应该尽量地清净 所谓的行为清净 也是《虚空藏经》当中 《虚空藏经》里面也是说的 所谓的行为清净 远离他人不信之事 和《虚空藏经》里面也是说的 《虚空藏经》里面也是说的 所以我能断除那么深入 中的他们现在对一个内容 久留意到心情细 因为冲的 便是走进去赛琴 你要别分绝啊 如果入门那么多 закон 中的本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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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就是将护持睡眠对境的道理 主要讲这个道理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水入沃涅潘 营草与芳芦 正知病觉知觉意受其身 那么这是我们修行者晚上睡觉的时候 怎么样 有什么样如理如法的行为来入睡 就讲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一般一天当中的闻思修行和修行善法完成完了以后 应该到了晚上的时候入睡 入睡的时候 就像我们世间当中大慈大悲的佛陀 释迦牟尼佛一般 现在4月15号的时候 在印度涅槃树下显现为涅槃 当时显现为涅槃的时候 佛陀应该以吉祥窝的油车向下窝 然后左手放在大腿上 以这种方式来圆寂 实现圆寂 当时头朝白方 面朝西方 这样而圆寂的 那么这种圆寂 实际上对我们后学者的修行者 修行者 如果我们谁这样闻思而离开人间 就是不会堕入恶趣 莲怀圣大师在《路道中阴》里面 也是再三的宣讲 任何一个众生 不仅是人 任何一个众生临死的时候 如果按食者闻思 或者吉祥闻思而离去的话 那么这个众生业力再分众 罪恶再大也是不会堕入恶趣当中 这里颂词里面也讲了 朝欲方 欲方的话 自己想怎么样 这个方向是可以的 但尽量能做到这种吉祥窝食 如果你没有这样做 有关经典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比如说养我而睡 增长贪心 然后趴着而睡 增长嗔恨心 然后如果作业 作恶而睡 增长痴心等其他的烦恼 因此与我向下 这样而睡是最有功德的 是尽量的 在变成一个战争运期间 还能担心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一般作为修行人 应该说 二十四小时都不要控好 不要住于一种无意义当中 那这种情况 如果你睡觉会变成无有意义的 因此这一段时间也为了 使得功德 使得有意义作吉祥沃沙而水 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种原因 如果我们在汗水当中 在水面当中而离开人间 那么也是以这种沃沙而水 有很大的功德 吉祥沃沙有四种功德 第一个功德 当然有些论典里面说法一定不同 但是应该说是 身体不轻松 不放松 意思是自己如果这样的四肢我食 自己就顺便不会散乱 顺便不会有不如法的行为 是不放松的功德 然后第二个不是正念 不失去真知正念 因为四肢我食实际上它是 就像我们整个耶稣当中 四肢是成了耶稣王一样的 所有的行为当中它也是成了 这个为什么呢 释迦牟尼佛是已经了知一切万法的 他在所有的行为当中 选择这一点 对后人有一定的利益 所以不是正念 而且第三个 这样的四肢我食 不会入汗水 入汗水当中 什么状态都不知道 有这种情况 然后第四个功德就是说 如果这样来水 不会有不弃恶梦 这是我们应该做这种四种功德 有了这种四种功德 而且做这样的 吉祥我食之前 应该有四种要注意的 第一个就是以正念当中睡 正念当中睡的意思 当你入睡 睡觉开始一直到没有睡眠之前 在一个善法的意念当中 这是一个条件 尽量处于一种善法的意念当中 第二个它的功德就是正知 在正知当中睡觉 正知的话 意思就是说在睡眠之前 尽量不产生一些烦恼 在烦恼的心情当中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 光明相 光明相就是说 自己在睡觉的过程当中 在临睡的时候观想 比如说佛陀 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他们发光 整个自己的周围 全部是非常光亮的 在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睡觉 第四个就是在早起 早起想 你自己睡的时候不能想 明天是星期天一直睡下去 到下午三点钟的时候 才可以起来 你如果真的这样睡 很有可能一直睡下去了 这是不合理的 应该想 明天早一点起来 以这样的这种想法 第二天 因为意识的力量 心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 可以早起 早起想 这四种想 正知想 正量想 光明想 然后早起想 这四种想当中 入眠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 应该是有必要的 你这么想要 这种想法 变成了 所以这个次情节行者讲 我也当下心 但是我们现在变成了一个 心灵独播放一家 二年 那他已经收到我们贵的 而是农备做生的 还没收到我 这是什么 好看 如果你平均了 一点点 我曾经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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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里说非常困难的 包括《华原经》 《面画莲环经》等 很多的大乘经典里面 都已经宣说了菩萨的学处 比如说鲁波罗蜜多 每一个不是波罗蜜多里面也分了很多 四界波罗蜜多当中 也分了许多 所以这些每一个行为 意义的宣说 这是说不完的 然后我们《普贤经元品》里面 所讲的十万个大愿 那么这些每一个愿 一个一个要宣讲的话 也是不可计数的 还有《华严经》里面讲是 所有的虚空无有边际 那样众生没有边际 众生没有边际 那样烈和烦恼没有边际 烈和烦恼没有边际 那样 菩萨的大愿 也是没有边际的 这样讲的 所以我们一个一个 全部要告诉的话 这是说不完的 用不尽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应该以简单的方式 来了知菩萨的所有血处 所有的这些血处归纳起来 也就是说要保护我们的心 要尽量地对治 自相聚当中的烦恼 让自己的心 不要趋入恶道当中去 而不要染上贪心 嗔心 痴心等烦恼 应该在清净的威仪当中 清净的一种行为当中去行持善法 佛陀在《虚空藏经》里面 也是说过 比如说有了空隙 峰会进入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的心有了染目的时候 那么所谓的烦恼磨蹤 会游记课程 有这种机会来害 所以我们一定要 进化自己的心的相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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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句经也叫做三十五佛忏悔文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一天当中念六遍是最好的 当然上午 中午 下午 白天的话应该这样 然后晚上也是初夜 中夜 后夜 但最少也是一天能不能念一遍三十五佛忏悔文 这个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我们学习佛法过程当中 受戒律过也好 没有受戒律的人也经常犯过大大小小的一些戒律 然后受过灌顶的人 受过密法的戒律也是犯过一些 其实没有犯过任何戒律 也是无始以来的 在自己相续当中 可能有很多的染污和罪过 因此我们忏悔业障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此我们在座的各位也是敬和 自己应该不要认为自己是非常清净的 自己马上已经开悟了 不要欺骗自己了 应该自己多忏悔的人 一天最少也是念一遍三十五佛忏悔文 我想也不是特别的困难 如果念一遍 我觉得也是能尽出一定的罪 二十一遍百字明 然后三十五佛忏悔文 平时在信主作卧当中 最好是自己的课 什么都不念 什么都不激烈算 这是不好的 逐渐逐渐传统 念咒语 念一些经文 你背诵的时候 或者是这个时候 当然是很好的 那除了这个以外 平时能不能自己习惯人 多拿着念咒 刚才第一部忏悔 主要是念三十五佛忏悔文来忏悔 然后依靠佛像 或者菩萨的像 像金刚树菩萨 或者说一些虚共藏菩萨等等 以这些佛和菩萨的像 然后三十五佛的像来忏悔 还有自己修愿菩提心 和信菩提心来进行忏悔 这样忏悔的话 也应该清净悔自己的罪障 因此我们作为出家人和非出家人 也可能造过很多的恶业 大家尽量地依靠菩提心 依靠这些佛像 依靠自己的这种白子民 还有四种罪子里的忏悔心 尽量地忏悔无始以来所造的罪业 这样以后 我们都会变成清净的修行人 因此从方方面美来 把自己的这种道性赚上 店内友不忘了 不忘了 不忘了 中国天保掉 店的姿动 店 他们中情 您保的 本让他别囧 因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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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